一名港男在網上表示 當年自己寄信恢復申請公屋 等候期間入息高於指定水平 沒有其他資產 樓主須問房署主任 對方說只要有一份新的僱傭合約 即使是同一間公司 房署都不會過敏上一份合約收入 樓主於是與公司人事部改簽新合約 壓低人工以符合申請公屋要求 人事部擔心犯法 自行須問房署獲告知是合法之舉 所以就給樓主兩個月新人工的收入證明書 隨後樓主恢復申請公屋 同房署主任見面時 亦表示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理到上一份合約收入 樓主屋前仍在輪候名單 網民大贊資訊有用 畫好珍貴的資訊 足盡快畢業